桃園有騎士停等紅燈時 無故被後方的巡邏警車追撞 氣得受害騎士當場回頭破口大罵 而援警解釋呢 當時正在查詢車籍資料 一時沒注意到才撞了上去 但這理由讓騎士難以接受 騎機車等個紅燈卻瞬間挨撞 騎士超怒回頭一看 竟是玻璃師大人 不好意思 騎士怒氣難消 騎士怒氣難消 遠景不斷道歉 因為使用車牌便是系統查車 沒想到一時分神 讓警車往前衝 愛撞得太莫名 事發在17號晚上9點多 桃園十八德區新封路 騎士怎樣都沒想到 竟然是警察分神釀貨 過程全都陸下 該罰的一樣不能少 本案均無人受傷 雙方駕駛 九車子均為零 本案交通事故以郊遊 交通分隊受理 並聯繫保全公司 辦理理賠事宜 問一歸與前車保持距離 這回常給人 開單執法的警察 撞上無辜機車 車下紅單一張 埃法六百到一千二 同樣學到寶貴教訓 記者林住強桃園採訪報導